美国商务部4月28日公布的首次预估数据显示 2022年第一季度 美国实际国内生产总值按年率计算下降1.4% 而2021年第四季度为增长6.9% 是2020年第二季度以来 美国经济首次萎缩 主要因为贸易逆差扩大 但消费支出也低于预期 此番经济萎缩出人意料 经济学家原本预期是增长大约1% 对此美国总统拜登将经济萎缩归咎于技术因素 并称美国从实力地位面对全球新冠疫情 俄乌冲突以及全球通胀的挑战 就业 消费和投资都保持强劲 4月28日 美国总统拜登就俄乌冲突发表讲话 要求国会批准一项330亿美元的追加拨款法案 用于支持乌克兰 资金要求包括超过200亿美元的军事援助 85亿美元的经济援助和30亿美元的人道主义援助 此外拜登还将向国会提交一份提案 向俄罗斯富豪进一步施压 包括没收俄罗斯富豪的资产为乌克兰的国防提供资金 拜登表示将通过财政部和司法部建立一个新的行政程序 以简化联邦政府没收俄罗斯富豪资产的工作 美国生物技术公司莫德纳4月28日发表声明说 该公司已经向美国FDA申请6岁以下儿童新冠疫苗的紧急授权使用 莫德纳表示 在2到5岁孩童身上 两剂的莫德纳疫苗可以提供约37%的保护力 对6个月到2岁的孩童则可以提供51%的保护力 在这项儿童试验期间 奥密克戎成为主流病毒株 和之前的变异株相比 该毒株出现了免疫逃脱反应 莫德纳提交的申请一旦批准通过 将成为5岁以下儿童可接种的首款新冠疫苗 由于面对前所未有的干旱状态 南加州水务部门本周宣布 洛杉矶线、文图拉线和圣贝纳迪诺线的部分地区 进入紧急缺水状态 并将户外用水限制在每周一天 新规定必须在6月1日之前执行 这一行动将影响大约600万人 此外官方还敦促居民做出改变以节约用水 例如将草坪用需要较少灌溉的本地植物替代 加州紧急状态条例指导民众 关闭装饰性喷泉 下雨时和雨后关闭 暂停两天灌溉系统 在水管上安装自动关闭喷嘴 使用扫帚而不是用水清洁人行道和车道 避免过度给树木浇水 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4月27日表示 韩国政府决定向因俄乌冲突而面临能源危机的欧洲地区 提供政府储备的部分液化天然气 今年2月 美国政府曾要求韩方为欧洲供气 当时韩方以国内供应部稳为由拒绝 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本月27日发表声明称 由于保加利亚天然气公司和波兰石油天然气公司 未按时用俄罗斯本币卢布支付天然气款 俄方已完全停止向其供气 俄方消息发布后 欧盟内部消息人士表示 欧盟计划让愿用卢布支付的国家 大量购买俄罗斯天然气 联合国4月28日表示 今年全球麻疹病例数已激增近80% 警告这可能是其他疾病也即将爆发的前兆 据法新社报道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世界卫生组织 在声明中表示 新冠大流行阻碍了其他疾病的疫苗接种 2020年有超过2300万儿童 措施常规疫苗接种 创下十多年最大数字 威胁到数百万名儿童的生命安全 请不吝点赞 吴何较台 剂肏尔・ cont贈 档出身 请不吝点赞 吴何较台